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欢迎您在每周六准时收听词句世界爱在落成 我是绿意 非常高兴能够与您在周末清晨 共同分享30分钟的美好时光 在各个商场内 都已经布置了美轮美奂的圣诞树 以及各种的应景摆饰 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与新年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 来来往往的人潮 伴随着每个商店播放的圣诞歌曲 带着欢喜的心情 踏着轻松的脚步 为自己的家人或亲友们准备礼物 纵然是手提着大包小包的采购物 只要想到再不久 马上就要与家人们团圆 共度佳节 脸上就忍不住地涌起了幸福的笑脸 确实是如此 我们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为亲友准备贴心的礼物 能够平安健康地与家人亲友们相聚 真的是要心存感恩 在年终岁末时刻 正言法师在台湾全省醒教 12月5日在高雄敬司堂的睡末祝福中 首先感叹时光飞逝 深有来不及之感 并提到除了人心不调 世间浊气越来越重外 也感受到广布正信佛法的不易 法师回乡50年前 创立慈济克难公的会时 有什么都没有的起步时期 因着一念心与五毛钱 竹筒岁月的推动 一步步走到今天 坎坷长路 步步艰辛 但是蹭蹭用爱扑路走过 撒播下爱的种子 爱的种子萌芽茁壮 到现在 慈济已经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心聆听 正言法师的这段开示 又是睡梦祝福来时啦 现在大家都在 送旧迎新 送过去的一年 平平安安的过去 我们应该要用了感恩心啊 感恩心送走过去的一年 还要用最诚恳的心来迎接的未来的新的一年 但愿未来的一年 是祥和最吉祥的一年 我们更要很诚恳的诚意的珍惜 每一天 每一天更要花贵呢 我们生命的价值 我们更需要善用时间啊 哇 我一连串手念的 无不多事呢 要珍惜时间 时常 我一直都在说 来不及咯 来不及呀 的确 来不及的含义是很广 第一 是我自己心灵的着急 着急的 就是 感觉到 现在的人生啊 五着恶事不断不断的加强 加紧 着急啊 越来越重了啦 人心呢 越来越浮动 这次让我最担心的事情 要如何来净化人心啊 时间不会给我太长 所以我有来不及的感觉 还有人心呢 还有人心的不调和啊 天下 苦难人 偏多啦 苦难人 有天灾 有人祸啊 普天之下 灾难 偏多 慈祭五十年了 五十年前 我们 什么都没有 这很多的音源汇聚起来 足同岁月来呼应 成立了 克难慈祭功德会 克难慈祭功德会啊 是从足同 每天五毛钱 才三十个会员 现在呢 经过了五十年了 五十年走过来啊 步步坎坷啊 但是呢 寸寸用爱铺的路 走过来 这是五十年走过的路啊 现在 已经呢 是在五十多个国家 慈祭人啊 都是 花卫人人的爱心 这一粒粒种子啊 在这五十多个国家 变少种子 有的萌芽 小数而变大数了 一生无量啊 所以他们 还可以呢 就进去帮助 就进的国家 受过了 慈祭人帮助过的国家 这九十七个国家 都是呢 大灾大难 慈祭人 人间菩萨 不认众生苦 他们呢 就 就进邻国 去做救济工作 所以我们有看到了 每一年的大藏经 一连比一年多 一连比一连长 这多时呢 慈祭人啊 越来越广播啦 也是同样 就地撒播 爱的能量 带出来 正直正见啊 这一份呢 社会 爱的动力 这多时呢 慈祭人 在不同的国度里 真的非常的感恩啊 他们呢 把佛心师志呢 抓得 非常的正确 为佛教 为众生 是我师父 对我的期待 期待佛华 能更普遍 全球 现在人心啊 浮动 现在呢 无名 浊气 很重 灰佛华 来净化不可 所以几年前啊 化 必于水 唯有水 清水呢 才能 洗涤 无垢 无名呢 也 需要 有化 才能 消除 无名 各位菩萨们 佛华 我们应该要 弃得佛陀的 化的精水 佛陀化的精水 那就是人间化 你要投入人间 人间的苦难 你要去拔除他的苦 慈祭 这个中门难 不是在道场求求 拜拜 保佑我平安 慈祭不谈 怪力乱神 慈祭 的法 是希望人人呢 回归自我 真如本性 我要有自己的智慧 判断是非 不是 我会 我们要 学会 正性 感恩 正言法师 开始 慈祭宗门道场 不是求神问补 不谈怪力乱神 也不是 只为求得 保佑自己平安 慈祭的法 是要回归 真如本性 要有自己的智慧 判断是非 慈祭人不忍众生苦难 人伤我痛 人苦我悲 付出无所求 所行的就是人间菩萨道 所愿的就是人心进化 社会祥和 天下早日无灾无难 健康 你做主 指甲油中 三大毒物的第二毒 是甲本 Tuluin 甲本是个有机 溶剂 可以经由呼吸道 皮肤 口腔 进入人体 伤害神经 肝脏 肾脏 血液 甚至在长期接触后 可以导致 小孩出生缺陷 心智能力 和成长迟缓 有点要注意的 是小孩子 对甲本的敏感度 要比成人来得高 第三毒 甲醛 For mother high 已知的致癌物 也是致畸形物 对孕妇和胎儿的伤害 特别的大 可以造成流产 胎儿畸形 发育不良 甚至诱发小儿白血病 所以如果一定要涂抹 指甲油的话 第一 要选择良好的产品 第二 要在通风处涂抹 第三 如果选择去美甲店 也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店家 再来呢 不要任意相信商家标榜的 不含三毒 或不含五毒 因为经过调查 有许多这些产品 还是含有这些毒素 健康你做主 下回继续谈 绿意在上次的节目中 访问了陈家璋师兄 很多听众们 在听过了那段访谈后 再见到家璋师兄 都会为他加油鼓励 而今天 我们要访问的 就是另外一位 陪伴着他 与他一起深入社区 广要您与我们一起奉献爱心的 林梦卢师姐 梦卢师姐您好 您早 梦卢师姐 我知道您跟着您家的师兄 家张师兄 一起很积极的在走路社区 介绍词记 推广竹筒岁月 那我想请问您 在刚开始推行的时候 一定有一点难度 或者有一点心理障碍 您是怎么突破的呢 对啊说起来 这个真的是要感恩 我们家的家张师兄 因为他的成就 让我就是能够突破 因为我以前就是 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在做所谓的幕后 比如说写稿 那真的要我出去 真的很难 因为他的发愿 我就是要跟着他去做 那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叫做 硬着头皮 去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也很奇怪 那就是每天每天 这样子从强迫 然后就习惯 然后到现在变成很自然 那其实这中间的障碍 我想最重要是上人的法 能够帮助我们 有那个勇气 就是突破自己 心理的一个障碍 然后走出去到社区去 那非常感恩上人的法 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竹筒岁月 可以推入到店家里头 我们很希望 店家可以同意 让我们摆上一个竹筒 竹筒就是要募款 那会不会造成店家的误会呢 会不会误会说 你们好像很爱钱呢 其实这个就要靠我们 怎么样去证明给我们的会员 或我们的店家 看说到底他的钱 我们都把它拿去哪里了 所以很重要就是 一开始第一次摆了竹筒之后 我们一定要定期回去 那回去当然就是要把我们 现在慈激正在社区或者在国际做了哪一些事情 你要有我们的慈激月刊 或者是我们的大爱电视台 我们有很多的新闻的节目都有在报导 慈激正在把我们社区 他们投入这个竹筒里面的爱心 都拿到哪里去用 所以这个就是说 看我们怎么样去把所有我们的讯息 完整而且诚实的报告给他们看 那说实在 刚才提到说我们是木环 这个木星其实都我们同时在做 所以只要他的心 他相信你之后 后面的木环他是很自然 他就变得只要看到那个竹筒 不是太多钱 或者说他觉得说他没有每天筒 他就是会主动 我跟你加码这样子 再把爱心给补充进去的 没错 您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让店家们他们能够很欢喜的 每天投入一点爱心的款项呢 在昨天跟有一位会员聊天 他是在一个超级市场里面 租一个摊位 他就分享 他就讲得很神秘 我们想说到底要讲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讲 很奇怪 我每天都会记得投那个竹筒 但是呢 如果哪一天忘记了 奇怪 就是会比较慢所谓的开示 我们也跟他分享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迷信 其实就是说 你每天做好事 你就想说 因为慈祭把我们的钱 都放在一个功德海里面 我投进的这个 譬如说一脚 我一投进去 我想到我的钱 可以去帮到全世界 需要帮助的人 我心情就很开心 很开心的时候 我脸上就有多了笑容 那我的客人看到我 这么开心 不知不觉 他就会被我吸引过来 我们是这样子跟他解释 这真的就是所谓的植福田 然后自己心里自然就很欢喜 连带的也就影响到周遭的人 那在做生意的人 当然也就客源广进了 就是这样说 在您进入店家 推广竹筒岁月 这么久的一段时间里面 有没有什么是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呢 就是有个餐厅 那我们每次回去的时候 从去年12月 我们把竹筒摆上去之后 第一个月回去 我们一打开 是空的 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关系 就会再次把我们 持继在社区提供的服务 还有目前我们正在 做的一些国际的赠灾 我就会跟他分享 那我说 其实这些钱 就是来自这个小竹筒 那你也不用 每天要很多钱 但是记得每天都要投 就这样子 第二个月回去 第三个月回去 也是都没有 到了今年的九月份 我们终于开出 第一张的临时收据 虽然只有12个小铜板 但是我们看到 那12个小铜板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那表示 你们多次的拜访 跟多次的分享 终于有感动到他们 店家们也认同了我们 所以也愿意付出 点滴的爱心 一起加入 救苦救难的行动 对 刚才您提到一个重点 要每天投 为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上人在讲 就是说 譬如每天投一个竹筒 就像给自己 执一个福 那你是要每天投一次 然后一个月 有30次的执福 还是说一个月 我就是把所有的钱 都投进去 那当然我要选30次 那我有30次的福气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每天店家开门 就有一个善念开启 每个店家都是这样子 我们整个社区就很平安 我们就可以远离灾难 天下就是可以平安 然后社会就可以相和 所以说 注重的不是那个 投入的金额大小 而是每一天持续的 都有个善心 而且有善行 所以就等于每天 都在为自己执福 您自己在路社区 经过了修行上面的磨练 对于你自己的生活上 从这当中 有什么样子的心得 可以分享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注册护士 2013年8月 拿到我的护士执照 到现在我们从来 没有在医院里面工作过 大部分都是在诊所 最近的话 我就要进入一个大型的 所谓急诊的一个医院 其实这中间 为什么会被录取 其实这是因为 我们走入人群的一个小故事 感动了我们的主管 以前我还没进词记 以前觉得说 把自己的事管好就好了 但是因为入了词记 有上人的法 然后再来经过这一年多的 路人群到社区里面 你都觉得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这个故事就是从这里来 那我也是到另外一家医院 去当志工 那那天我在寻访的时候 我就遇到一个 80多岁的老先生 他是因为心脏的问题住院 那他就跟我讲说 他的太太是肺癌 然后在医院的另外一个地方 正在那边休养 原先都是这个老先生 照顾老太太 但是四天 他们都没有见过面 也没打过电话 他说你可不可以走过去 帮我跟他讲说 我很好 叫他不用担心 我说没问题 我现在马上帮你去 他说很远 我说没有问题 我把这个志工的工作做完 我就过去 然后我就走过去 到了那边之后 我跟老太太讲 然后他是说 可是我都没有办法跟他联络 我看到他们两个房间里面 都有电话 那我问了护士说怎么联络 我们就帮他联络了之后 他们讲了一些话 那后来又想说 那现在有空 为什么不要把老太太推去 见见老先生 因为他们四天没见面 彼此互相都会担心 所以我就得到护士的允许之后 我自己本身也是护士 我知道哪一些我要注意 我就把老太太 就这样子推到五楼去 见了老先生 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我把老太太 推进老先生的房间的时候 老先生好开心 他说你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能把我太太带过来 然后他们两个就见面聊一聊 也把那个心理的 那个担心都放下来 所以因为这个故事 我分享了给我现在 目前要去上班的医院的主管 我想这个应该是跌破眼镜 录取像我这样子 没有任何医院纪念的故事 所以我想这是入人群当中 我没有想到的一个收获 但是就是在你无所求的付出当中 其实都会有贵人会相助 那这就是我入人群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收获 每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 因为自己都有可能成为 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可能因为店家投入的 小小的一点金钱 可是这个爱心是无限大的 累积起来真的就可以成就大事 盖梦璐师姐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感恩 与您分享一段禁私语 付出不在多少 他人能受用 就是最大的爱 还记得在采访时 当梦璐师姐说到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将老奶奶推进了 已经有四天没有见面的先生房里后 老爷爷的那种激动与欢喜时 我看到梦璐师姐的眼眶 是含着泪的 绿意虽然当时不在现场 但是却也可以感受到 梦璐师姐的感动 无私的真心奉献 这就是慈寂爱的能量 因为有您的认同与护持 慈寂人才能够更坚定地往前行 也因为结合了您的善行 您我汇聚而成的大爱 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美丽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首 好听的慈寂歌曲 因为你 因为我 希望您会喜欢 Zither Harp 爱上一首歌 一首歌 Crow mejor 馈让大家记录 尤其富有情况 去把它指zon 成长好 春天就号 冰了牧 이�ieiiz 高灰高 梦的纵 所有群 我 就让一切因为你 因为我 感觉都更不同 就让一切因为你 因为我 世界充满更多 爱的感动 Zither Harp 爱就像山峰 望向世界的尽头 心就像灯火 照亮黑暗的角落 不沉默 不保留 就让一切因为你 节目最后有几点活动讯息 与大家分享 美国红十字会与瓷季合作推广 家庭火灾防范计划 将为社区民众安装火灾烟雾侦测器 并将于今天上午9点半 在South El Monte的 Mary Van Dark Park 举办家庭火灾防范计划活动的志工培训 欢迎有兴趣的社区大众们来参加 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钟 在慈济核桃教育园区 有场守护健康 守护爱的医疗讲座 慈济全美人医会副执行长陈福明医师 将为我们讲解大肠癌您了解有多少 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吸收医疗新知 维护身体健康 明天12月43号星期天 上午的10点半到3点钟 在威明顿将举办一场热闹的圣诞游行 慈济志工也将在游行时 进行维护环境清洁的扫街活动 欢迎愿意守护干净地球的您一起参与 请在明天上午10点半 与慈济威明顿社区门诊中心集合 一起准备后出发 明天下午2点到4点钟 将在慈济核桃教育园区 举办慈济社会教育推广中心 招生博览会即年度师生作品展 活动中除了可以欣赏师生们的各项精美作品外 更有体式能运动、排舞、瑜伽、 素食烹饪课程的动态体验 还可以品尝新素食仪团队 为大家准备的可口茶点 慈济医学中心也会在现场提供免费的流感疫苗注射 备有平安调视与您结缘哦 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 邀约亲友一起来参加 今天的节目已接近尾声 若您对节目内容有任何的疑问 多欢迎您拨打听友服务专线 909-447-8612 909-447-8612留言给我们 请您要慢慢的再重复一次您的电话号码 这样才能留下清楚的联络资料 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六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世界充满着爱和关怀 佐伯留人 大家在这篇教室 其他人 speculative